就我很難在文字表現出我的熱情 你就加一些波浪或是臉之類的 就還要找那個波浪在哪 我就直接語音就有聽出那個波浪的情緒 真的唷 真的 我有時候語音都會傳到我超廢的 OK OK 真是這種我也會用語音傳到 我的臉 介紹開場 歡迎收看正回看房間 來了地球村的問題來這邊 好不是 好不是啊 第一題有他波士頓的特務J 他說他半年來的時候都是跟室友 他一群人玩在一起 有一次不小心跟A男發生的關係 但他有遠距的女友 我不想要繼續下去 只有隔三天後也有九局 結果他就跟B男也發生關係 問題是隔天早上以後 結果他還到現在已經三天了 這個B男人間蒸發 還是約炮後的男生音訓權無事很正常 沒有隔天發訊息的這種潛規則 我該主動去找他嗎 然後還是我已經被一夜勤直接上岸 是AV男隊有跟我說好說 不會講出去 但我很擔心瘋生走漏名聲不好 該如何安全下樁 你太貪心了 對啊 幹嘛吃同一群的人吃兩個啊 進做一些婊子室 然後又說 不要不要不要傳出去 不要 你敢做就不要怕被講 國外就是譬如這區的華人圈會混在一起 然後可能就整共可能才四十個華人好了 所以那圈子就非常的小 所以差不多現在那四十個華人都知道了 誒幹他都可以被他插 對 那是類的 可能 可能A男勉勉強強還不會講 因為A男本身也是偷吃 對 B男可能會說 不然就是那個A男就說 你去試試看 跟那個B男你去試試看 除非是真的他們是傳統拋隊 因為通常一個區域的華人圈會非常的小 那就改 改叫別的朋友 就改去別的程序 真的傳開你在移動就好 不然我跟你講 退了求其次 如果真的被傳開 你就都睡過一次 就也沒差 就沒差啦 就沒差啦 坐實 你們都覺得我是婊子了 那誰來我就OK 對 都一樣 挑愛的上 上完再換朋友圈 這樣你只要不吃虧 是這樣嗎 如果已經先陷在 小愛是婊子的這個世界 你現在就這麼做 我就好 你們今天就是婊子 我就婊子 好 可是我們還沒回到他那個 他那個節目是不是好 第一個是說 B男到底是不是被當成一夜行 對啊不然 你們本來就是一夜行發生 本來就是啊 你就是不應該要那麼貪心啊 你們做這事情 本來就沒有什麼基礎啊 就不可能因為心愛 然後就蹦 不是到底一夜行 就是到底突然上榮之後 隔天就是 要不要回訊息 不是男生 你要期待男生傳 要回什麼 沒有一夜行在男生的心中 就是玩 那 除非你的 因為那一夜 地異 游心 對 但他真的要回你 也是第二次 他真的幸運來了 他在找你 平常真的不會聊天 下一個的話 是江南的美女 他說他男友是韓國人 26歲 然後他就是男友就是很愛抽菸 然後他說韓國男人就是當兵的時期開始抽菸 然後偶爾他會勸說他不要抽太多 但他對方一直有想要戒 但每次都會破戒 然後性的頻率大幅下降 原本的話是戒菸的時期可以一晚三次 現在的話開始抽菸變成一晚一次一次五分鐘 確定沒有劈腿沒有DIY 他共同承認說是菸抽太多 導致性慾降低難應 他以為抽菸是個人的事 沒想到現在影響到他的生活 該怎麼辦 一晚一次也很多 對啊 重點是五分鐘 可是如果你一個禮拜加起來有三十五分鐘 半斤 一個接力散的概念 不是 他的菸是怎樣 多強度啊 怎麼會瞬間下降那麼多啊 怎麼會差這麼多啊 他還說表姐怎麼戒菸呢 是不是可以教一下 抽菸會影響 會影響 會影響 可是沒有他那個幅度大聲 他的幅度太大了吧 從三次到一次五分鐘 那三次是多 十五分鐘嗎 應該是更久 比五分鐘多吧 因為他不然的話他不會提多 就三次五三十五 十五分鐘 如果是五三十五 那一次五分鐘 那我個人就合理 嗯 因為至少每天還有一次 對啊 其實每天一次體力也不算大小 夠了啦 三次很累耶 對啊 他聽起來很想要幸運 他每天要三次耶 三次太多了 對啊一天三次也太多了吧 好厲害 很好吧 果然 男生也會累 體力很好耶 等一下他一天一次 我覺得他可以是五分鐘那些事情 三個也會 三個也會 我也想接 就跟減肥一樣 對 目標是要勸他男友戒嚴 對 你有什麼好方式嗎 戒嚴 因為算命說我在抽一花四九分十 來算命 死亡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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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再抽一年就會揚尾不拒 一輩子 可能就是受到威脅之後就會秒結 所以你要先買通一個算命 可能要成大改變必須要獲得一個更龐大的結果 對 因為你說什麼身體會不好 一般人 但是你可能要先買通那個算命 你要先把你男友某些事情 就是先透露給他 透露給他 27歲出一個大車禍啊 或是他曾經發生過什麼事情 你現在說是不是怎樣 我都沒講你怎麼都知道 下一個的話是澳洲的德瑞克 他說他和女朋友在一起一年同居六個月 最近我們很常吵架 因為我想要分房睡 我從小的話睡覺的時候習慣有自己的空間 因為我生活習慣我真的受不了 凌晨看PAT還在聊天還會發出笑聲 我已經跟他講過 他說他已經盡量很小聲 但我真的睡不好 也影響我白天工作 他說他會改但沒什麼變化 所以我就在房間旁邊放了另外一張床 他就不開心 現在我想要到另外一間臥室睡覺 他就開始吵架 說我晚上會做一些他不想讓他知道的事情 所以才這樣說我出軌 然後最近又說我是gay不想碰他 所以才想搬到另外一個房間 總之找理由跟我吵架就對了 我們會一起吃飯聊天逛街看電影 做愛所有東西都會 只是晚上睡覺不在同一房間 有這麼誇張嗎 我這樣錯了嗎 該怎麼做才可以讓女友去另外一個房間 沒錯啊 我覺得如果你女友這麼偏激的話 你就說好那就是以後12點 你說通訊軟體都給我關機 對 你做得到我就你通常 女友說我已經很小聲啦 但是他主觀覺得小聲 對絕對 但是他覺得他是受害者 以前去旅行的時候 然後最最討厭的聲音就是 那個人想要小聲的嘻嘻叔叔 拿出來 更討厭 就是用過大聲 拿超慢 拉鍊 就是 然後拿那個聲音就這樣 對 對 所以你女朋友他真的不懂 他真的要去跟別人旅行過 他就知道任何你假裝想要小聲的 都超大聲 超大聲 超大聲 然後那個人他要吃個餅乾 對 吃餅乾 卡叉的聲音 卡卡卡卡 然後他咬窗啦 對 可是我有朋友有的人 就是沒有在客人 他就超大聲 他就是 都不行 所以你就只能規定他 就是12點就要斷電 對 如果他做得到 你就繼續跟他同床 對 對 有點吵 我就會記一筆 無筆我就真的分房 我就分房 下一個的話是香港粉絲 他說他跟男友在一起快三年 導火線是因為我覺得男友太黏我 他很喜歡在打電話來聊天 我自己是一個不太喜歡用電話聊天的人 可能是因為家裡有人 家人就很愛聽我的內容 然後八卦來問我 然後一天一次我可以接受 但男友就是上班打 然後午餐打 下班回家的時候打 晚上有時間也打 真的太多 好好聊 好羨慕 他懂表姐 真的很需要quality time 但男友真的提供的太多 他太夸了 太夸了 對啊 不用上班嗎 一天需要四次 我已經告訴他了 然後他一直不理我 另外讓我最生氣的一件事 他一直不告訴我 他幾歲 他到底有人怎麼會奇怪不告訴我 他完全不知道他的歲數 沒有他不是交往了嗎 交往也還是不知道 真的 在一起快三年完全沒有 都還沒有 不可能啦 三年耶 他說三年 例如你生肖是什麼完全不講 是網友嗎 請問 不是喔 不是不是不是 他說請問我要怎麼跟他溝通 你也太誇張了 他去車廂睡覺趕快拿錢包 他就跟你那朋友一樣 可能超爆幹包 超老的 應該是有可能 然後可能保養得很好這樣 然後他想要積極維持這一段感情 對 但他一天打四次是真的也太刺 你是不是也很討厭人家講 我只有喜歡的人打來我才會想接 其他人我都是假裝沒聽到 或是化掉 有告私利 沒有除非我認為他真的有急事打來 因為有些人打電話來真的是講廢話 打來就說 阿你在幹嘛 他說乾你屁事 就朋友你不要問我這麼細 好秀 還好吧 沒有朋友就還好啊 但我熱愛語音訊息 我們是不熱愛語音 我們就在文字 電話OK 但是文字很常 就是因為我文字也很冷淡 就我很難在文字表現出我的熱情 你就加一些波浪或是臉之類的 就還要找那個波浪在哪 我就直接語音就有聽出那個波浪的情緒 真的有 真的 群組的時候會說 都可 然後但就很冷淡 對 都可 就是 我很常 你知道我很常 就是在很曖昧的時候被回說 欸你真的超冷淡 都是一個發聲音樂的方式 我說我沒有冷淡 我就說好啊 我可能是 好啊 我可能是很開心 你每一句都是一個唱歌 哇 這種方式 我就是一個活潑的 所以我就是很常被誤會說 我有時候語音都會傳到我超廢的 OK OK 這種我也會用語音傳這樣 我的畫面 因為我有時候OK OK也會用語音傳 因為我那個OK是沒有什麼 我沒有表達什麼無奈或什麼的 貼圖不行嗎 就很多音樂 斷麥克風那個啊 麥克風那個人 蠻頭人這樣 OK OK然後再一個貼圖 好麻煩喔 我們現在練習 我們現在練練習 是練習一次來快點 OK OK快點 你要先發出去 我找那個蠻頭人 喔你就先這樣 然後再放那個蠻頭人 蠻頭人 你有嗎 類似的可以嗎 沒有一定要那個蠻頭人啊 一定要那個蠻頭人 你看旁邊我已經傳到幾半個語音了 我光找那個圖 我都已經傳到幾半個語音了 你覺得像他打好喔就是很冷漠 對好喔就是很冷漠 趕快再加一個 好喔這個 對 很完美耶 很完美耶 完美耶 完美耶 說話的藝術 下一個的話是 新加坡的小寧她說 我男友是香港人 然後高中畢業以後 她就回香港念書工作 然後問題是 她的主管很喜歡她 明明自己有男朋友 但是卻一直要我男朋友哄她 如果不哄她的話 她就會威脅她說 那還是你這個工作就不要了 然後那個時候男友有來跟我討論 然後結果她還討論以後 就是說男友說 覺得她蠻可憐的 所以她同意 前提是說 不要做得太過分 就是她都還好 畢竟我是她的初戀 然後我自己談過很多次戀愛 但她從來沒有跟其他女生 有進步的相處 所以我想說 那可能體驗一下 再回來也OK 結果沒想到現在 因為疫情的關係 就是分隔兩地 然後女的主管 男友要跟她求婚了 但是她卻還是一樣 纏著我的男友 那我該怎麼辦 但我就比較想問她有沒有互動到什麼程度 對阿 哄她已經變成說 好啦寶貝不要這樣 這就不行 呃 女的老闆可能有些行為 就是說 她可能會有戰友慾 所以就是說 不准男朋友陪我聊天 或者是我去香港的時候 她不能陪我 然後連TG我也不行 戰友慾非常強 一旦發現我跟她 聊天之外的話 她就會威脅說 要封鎖我男朋友說 那你可能工作也不要做 是違法耶 這可以收證嗎 收證 然後網人資 去告她是不是 沒有網人資不傳啊 她爸爸是老闆 喔那你就離職好了 可是這個是違法 就是職場倫理 就是運用職場的那個 某種騷擾了 這其實是運用那種權力 就是文字 文字的霸雷 如果你覺得很不舒服 你就離開 叫你男朋友離職吧 這麼工作是怎樣 對因為他如果能力OK 不管你需要哪都OK 因為那個薪水 因為老闆很喜歡他 薪水十萬 可是如果他能力很好 他去別的地方搞不好 可是他一般工作外面就是三萬 怎麼會差那麼多 對啊怎麼差那麼多 因為他加進愛金元素啊 有愛跟沒愛啊 那愛就不行啊 這樣子你們 愛多了七萬 那可能就存錢存個 譬如說兩三年 然後你就可以離職這樣 多了七萬 好可憐喔 對啊也太可憐了吧 可是如果是愛 那你只是一種保養廢吧 就你可能問你男友想不想離職吧 只看他一隻眼睛 怎樣你眼睛怎麼 沒有我只看得到一隻眼睛 不是我很好奇 如果我剛講的這個例子的情況下 你們會讓另外一半離職嗎 會啊 會啊 就多了七萬塊 那如果是本人呢 你本人 也會耶 如果就是在關係壓力很大耶 對啊 你根本就不是看這種工作 你很煩耶 你看他會一直情緒勒索你喔 你會嗎 如果人生不是我的菜 我會離職 一定不是你啊 一定的啊 但是你的菜咧 我就哄他啊 哈哈哈哈 我是我的菜 我根本我還有十萬那一串 可是你的菜咧 跟你的現任分手 可是你現任也是你的最大的菜 哇那兩菜喔 對啊 兩菜一菜 那邊劈腿啊 菜彈啊 兩菜 那我就先跟我的另外一半先說 那我就看跟這個人有沒有未來 新菜還是舊菜 舊菜 舊菜有啊 新菜要結婚啦 呀呀呀呀 但是新菜我真的 呀呀呀呀 看什麼 你和我走一波 沒有好結婚與否 那就我在他這個公司上班有十萬塊啊 我如果放棄這個 因為我紅他我也沒有跟他交往 就我純紅 然後我有十萬塊 那我如果因為他連去香港 那個人都不准他們 對 但我的意思說假設我現在這個伴侶 根本沒有 很遠大的目標的話 好我可能離開之後 OK跟你交往一兩個月 哎 要吞吵了 我就考慮當下的妝 我不是沒血沒累 我就是考慮一下 如果面臨到這個人生的交叉點 我會選想一下 因為七萬是真的蠻多的耶 如果三萬跟五萬 我一定離職啊 好希望大家 如果你們三萬跟十萬 你們會怎麼選擇呢 什麼世界的話題 三萬跟十萬 我也好奇啊 好奇 好你們follow我這個問題的本事 你們如果是你們的話 你們會選擇 哪一個 我剛剛這邊很多人選戲嗎 嗯不一定 再見拜拜 拜拜